不同样就看杰森样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一个胶卷 或者说是我对自己 对中画幅的一个自己的选择吧 因为我用这个卷 大概拍了七八个中画幅相机 然后因为是同一个卷 所以我会有一些心得体会 然后也算是有一些控制变量吧 而且它都是反转片 所以这个颜色应该是比较容易去比较 不像如果你要去用黑白 或者去用彩色 你要去做一些反转的颜色 反正我就是一个个说吧 反正从六成六到六成七 六成九都有一些相机 然后会从锐度虚化光斑颜色 取景舒服立体感 便携和人像 这几个点来说一说吧 首先说一说这一台吧 这台是超音或者是美国版 是Andersco SuperSpeed X 然后这台是我现在觉得 应该算是我最喜欢的六成六相机 反正它比较小巧 而且它这个镜头是一个AGAFA的 是什么 Solina也算是AGAFA 就德国的AGAFA最好的一条线吧 除了还有一个叫Color Selina 那个是更厉害一点 但是没有事故 所以我不太清楚 然后这台相机在锐度方面 我应该觉得它是仅次于500cm 或者是露来3.5F的一台相机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老式的相机 所以在锐度方面 它还是比不上德国的那些顶级品牌 特别是500cm 确实有差距 但是它去和另外一些6x9的相机 或者是宾德67那些105套头比的 但它的锐度还是比较比它们好的 然后虚化呢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的 我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相机的虚化 就比如看这一张好了 这张就是在应该算是最远跤距离的虚化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锐度还是OK的 然后这树上的细节 然后光斑 我觉得都还是蛮舒服的一个虚化效果吧 所以虚化呢它可能不算是最好 因为焦距越长虚化越好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的光斑 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它是我6x6里面唯一一个有10片 光圈叶片的一个光斑 不加露来和哈苏它都是6片还是5片 反正就是哈苏是最难看的 所以这个相机我觉得就是非常舒服 就是如果你是没有任何目标 然后你去旅游的话 这一台相机应该是我的首选 然后如果你要看一些锐度的话 我们可以放大看一看锐度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 但是它这个镜头我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景深稍微浅了一点 就是我觉得就同样都是75或80焦段 比起露来35的话 它的景深其实是比较浅的 就是不像3.5F你直接稍微拍一张 你的景深就会非常非常的深 但这台相机就算你开 比如说F5.6 你的景深还是很浅 这点是我觉得 这点和其他不太一样 反正这个相机 这个镜头确实是蛮有意思 大致就是这些样品来看一下 然后第二台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 16x6的这台 3.5F 然后这台呢 是我之前最喜欢的一台相机 但是因为有了超音之后呢 这台相机现在是名列第二 但是这个相机的锐度是真的很好很好 唯一的确认是这个相机它在无穷远的极限边角 它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差 就是在最极限的那个边角 因为可能我觉得它这个是口径问题 最最口最别印象它会稍微差一点 然后虚化方面呢 这张就是应该算是比较近的时候拍的吧 就是你看到这 啊锐度还是ok 胶内锐度还可以的 然后胶外的虚化呢也还不错 但这个镜头最有趣的 它虚化的光斑是最有趣的 它光斑是点状型的 我现在暂时没有这个样品 但是这个镜头的光斑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就是非常有意思 颜色也很好看 但是这个虚化呢 我觉得它必须要在半身的虚化才比较好看 如果你拍一个全身的虚化呢 这个镜头就没有这么的吸引人了 就是半身和全身的差别非常非常大 然后它的颜色啊 我觉得都特别棒 这个也这个镜头颜色 我觉得应该算是最好的那一档 然后反正它的就景深超深 就是刚刚我说就是啊 这个这个项子的景深简直是太厉害了 就是只要你对到无穷点 几乎我感觉都是在胶内 啊反正颜色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的 啊然后它的变形性也是不错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取景器比较暗 就是你可能是要自己去换一个稍微亮点的取景器 因为它原装圈子实在是太暗了 但是它好处是它有裂相啊 所以它对焦是非常非常准的啊 这个镜头 然后啊 然后说了颜色 然后最让我喜欢这个相机的是它的立体感 就特别它拍那个半身人像的时候 这个镜头的立体感是我觉得是第一等的啊 就是感觉有一种怎么说啊英语叫pop的感觉吧 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立体 然后颜色非常非常棒 这张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今天我去拍的一张照片了 反正在相机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就各方面从锐度啊细节啊各方面大家可以看一看 然后极限边角就是我刚刚说在这里稍微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那么好 就如果你和哈苏的比的话这点是可能它的缺点吧 但是想要不言喻啊 反正这台相机也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它好处是它拍人像啊比那个Alice够好啊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第三台吧 第三台是这台这台呢是500cm啊 这台呢我个人怎么说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选择 因为500cm它的取景器是我用过最舒服最亮啊 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 这相机最好就是它的取景器啊 就你不拍照你光看取景器就是让人赏心悦目啊 很多时候你拍的照片可能还没有它取景器直接看出来的舒服啊 这就是我觉得的非常有意思的点 然后哈苏的镜头呢也是超级锐 而且哈苏比那前两个好的地方就是它带那个提心镀膜 然后提心镀膜哇 简直就是在逆光下就是无敌 几乎就没有眩光和反差 但如果你有路来3.5F对太阳 你就看到照片就一片都是白色的啊 反正这个就是这个相机就是镜头真的特别好特别好啊 但是唯一确认它很重 非常非常的重 这个是50的头 然后80头稍微轻一点啊 然后对焦的话 虽然是很清楚但是还是要左右晃来晃去的啊 有一点点麻烦吧啊 但是哈苏怎么说呢 就是它的相机的这个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锐度真的是锐度是无敌的 就是你看它细节非常非常多颜色也很好啊 就是还有它几乎边角处呢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而且颜色我觉得也算是比较明亮的颜色吧 就是可能从浓郁度来说我觉得啊 路来可能比它稍微浓郁那么一点点啊 但也不差啊 但这个相机的确认它的这个光斑是我最最想吐槽的 就哈苏的这个五边形光斑 如果你用过你就发现特别特别难看啊 因为它是正五边形的 不像啊路来的光圈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倾斜的啊 所以这点我觉得像是个小缺陷吧 但是其实它的虚化也是蛮漂亮啊 嗯但是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用这个五百四样拍人像吧 啊可能 反正不知道我觉得它更适合拍风景啊 啊拍风景太舒服了 啊然后整体的啊 镜头的那种立体感呢我觉得也算是不错的 我觉得可能没有路来那么有立体感吧 但是啊反正都是同一个Tier的 所以也没有差太多 然后虚化呢我觉得还行啊 缺点就是光斑和体积啊 而且对焦其实还蛮舒服啊 啊好说完六乘六的选择呢 之后我可以再说一说六乘七吧 六乘七其实我现在相机也不多 我只有这一个相机就是这台啊 冰德六七啊 然后冰德六七的话 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镜头 是那个105但是我想说是这个镜头 这镜头是75啊 这个75 4.5是我用过冰德系统上最位的镜头 105虽然很有名 但是其实它的锐度我觉得是比较一般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拍风景的话啊 105不是那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一它锐度不行 第二的话它的景深很浅啊 然后它一般来说最早期的它是有一些辐射 所以它的镜片会有一点点黄 所以如果你拍反转片的话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影响啊 但是这个镜头非常的好啊 缺点就是也很重啊 比喀苏还重啊 可能没有哈树中 我觉得哦 试一试哦 对没有哈树中 这个的重量是比哈树轻一点 但是它这个取景比哈树舒服 因为它不需要左右晃 但是它的亮度 我们比哈树差不多差两档 就是你能很好构图 但是如果你要去拍人像的话 其实是蛮痛苦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锐度吧 因为锐度它应该也算是稍微可能差那么一点点吧 我觉得比五比五比八十CF的头稍微差那么一点 可能和安德斯科差不多的感觉 然后颜色很棒啊 75颜色很棒啊 这些这这三张都是75拍的嘛 然后我觉得75颜色很棒 像这种我觉得颜色啊 各种虚化都还是蛮不错的 反正我觉得这个头还是蛮宝藏的 因为这头很便宜 很便宜 大概五六十刀就可以买到了一个头 然后105的话可能会稍微贵 像这张是105拍的 105的话差不多要在多少钱 300刀吧 但是105的确实它的虚化很夸张 就是它的景深很浅 反正就特别适合拍人像 但是不适合用在六七线上 用六七线上确实太难对焦了 几乎我拍人像所有的照片 几乎有50%是没有对焦对准 这就是个缺点吧 然后105你说你要拍风景也是ok的 但是比较适合拍那种稍微近一点的风景 就是你不要拍超过100米之外的风景 比如说这张我是拍20米左右的一个树 然后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就是它各方面锐度颜色都还蛮好的 但是如果你拍稍微远一点之后 你可以发现就是在超远一点的地方 你的锐度就和75没法比了 反正就各有所长嘛我觉得 然后其他方面我觉得拍人像这个还是不错的 前提是你的眼睛要好 你的眼睛不好那就比较尴尬了 给大家看看样片吧 反正这个丁德六七好玩 就真的它特别好玩吧 就是它能拍35毫米的宽幅 然后它可以换镜头换取景器 反正各种可玩性 我觉得比它说可能还要更高一点点 这个是我的看法吧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吧 CW690 690的话我就觉得它这个镜头不太适合用在拍反转屏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我用这个像这个CW90拍出来反转屏 颜色特别特别奇怪 可能是因为我加了一个一个这个 就是啊EA的一个filter 就是以前大家用来拍风光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filter 所以的照片会稍微偏紫和偏红一点吧 但是这个镜头的锐度还是ok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拍黑白6x9大画幅 这个的相机还是ok的 但是明显我觉得6x9在单位细节方面 它的锐度我觉得是不能和我之前那几个镜头比的 但是它的画幅大很多 所以各有所长吧 反正它不太适合拍那个反转我觉得 但是它比较适合拍黑白 然后它拍人像的话 我觉得这个虚化比较一般 就没有特别讨巧 然后可能还没有别3x2的那个好 然后拍那个虚化最好的我觉得应该还是 如果我要用拍人像的话 105肯定是虚化最好的 然后其次我会选3.5F 因为它的光斑好看 或者是105那个白刹2 白刹2因为我现在拿去修了 所以暂时还没有相机给大家展示 然后反正它的锐度还行 但是我就觉得它颜色不是我的喜欢 也有可能是filter的原因 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但是反正这个相机怎么说 就是有一点点尴尬 因为它体积也算是比较大 和白刹2比起来它的锐度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的虚化没白刹2好 然后取景比较多舒服 所以这两个相机如果能结合一下就完美了 反正就是颜色特别特别怪 反正就是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用来拍翻转的颜色吧 其他的我好像还有白刹2拍过这个卷 但是我白刹2发现问题 其实我白刹2它好像有一些移轴效果 就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看到左边是比较清晰的 但是你移到右边相机就有点歪了 所以我现在拿去修了 希望把它修好之后我再测试一下 反正这个相机我觉得怎么说 锐度还是ok的 白刹2的锐度还是ok的 因为之前我是觉得白刹2锐度很差 但是后来我上脚架拍了几张 比如说F8F11的时候 我觉得锐度还ok 就确实还ok 但是肯定是比较GW90是稍微差一档 就是白刹2可能开到F16或者F11 能和GW90F5.6F8差不多比 而且它的四边确实是比较GW90要差很多 就中心锐度其实两个差不多 可能BESA2中心锐度还更高一点 我觉得 但是从相场的平均度来说 确实BESA2是弱一点 但是所以它很适合用来拍风景 拍人像是错的 因为它的虚幻 因为它四边虚 然后它的光圈又好看 然后颜色也不错 所以如果69的话 你拍人像 其实BESA2是比GW90更适合一些 而且它对焦其实也不差的 黄斑和黄斑对焦 可以来看一看 反正我就觉得锐度就比较一般 只能说还行 但是因为可能是我相机问题 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清楚 反正总体感觉 因为它的反差比GW90要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它的锐度可能没有这么高 但是其实细节方面也还是有的 当然它在人像的虚化 确实比GW90好很多很多 这点是我蛮喜欢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拿去修的原因 不然我就直接卖了 颜色确实也还不错 特别是拍反转的颜色 然后差不多快20分钟了 所以大概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总结一下 就是取景最舒服的话 如果你要取景玩的话 就是500cm 然后你的拍照 如果你要拍出有这种立体感 有pop的感觉的话 你就选3.5f 然后如果你要去便携扫接 不知道拍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带上超音 人像拍人像的话 如果我眼睛好的话 我会用冰德六七配105 如果眼睛不好的话 我会选3.5f或者是BESA 2 然后拍风光的话 黑白我会用GW90和500cm拍黑白 然后拍反转的话 会用3.5f和冰德六七的75 然后彩色的话 我可能会选MS Code 这个镜头配 EKTA 100 是非常的宝 好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